就是整个的投资的布局 而且特别涉及到中信在海外的投资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金融 所以我也参与了 一进去就参与了中信的consolidated 就是复合的合并的资产报表的编制 所以你马上就知道了很多 就是学习到了很多 所以当时我记得特别印象深的是 我刚毕业的两年 不是我毕业以后进中信两年 1990年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中信投资了英国大东电报公司 和合计黄浦 那是中信在香港乃至英国 一个特别大的投资 后来东方红几号 在上面卫星最早的 就是这家公司在上面运operating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参与了 整个的外债参与的 它的发行和担保 因为我们要发行外债 但是中信母公司担保 因为它是我们的子公司在香港 参与三方合资的 英国大东电报局 合计黄浦 李嘉诚的公司 还有我们中信 香港公司 所以很大的一个项目 我参与这个了 参与这个的时候 非常荣幸的 就是非常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王老板直接面对面的 这个可以汇报工作 因为海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划时代的投资 您经常说这个王军是您的一个伯乐 您觉得他当时看中了您什么 哦真的 你问的这个太好了 他是我的伯乐就是 那是肯定的 就是这个说的就稍微的 有点这个轻了 我觉得说的比较贴切的 他应该是我的一生的贵人 嗯 因为我的性格吧 是我这人就是记性特别差 但是性格比较 比较爽那种的 所以呢 我经常呢 他问我一些问题 我就怎么想 我也没有 我也没动脑子 我就经常跟他说 我估计他比较喜欢我这种率真 就是说他问我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不会拐弯抹角 我也不没学会拍马屁 所以呢 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好 所以有时候经常 中午的时候啊 因为他中午下棋 他那个围棋是几段了啊 有一次我记得 他跟聂庆平先生在那下 后来呢 他们一说打电话 说你上来一趟 后来我就看他们下棋 然后呢 就围棋嘛 反正我现在还能下一点 估计那时候也熏陶 都是高手嘛 不说这个了 然后呢 他突然下完棋 就会问你 哎 那个项目 现在咱们还有多少外债 呃 没有还呢 哇 就突然就是 你要是没在那状态 或者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就达不上来了 哎 我觉得我还挺能 惊助考验的 我就是那时候 记性年轻嘛 记忆力特别好 啊 那时候记忆特好 现在都给磨光了 然后我就 我就回答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喜欢 我觉得他喜欢我的率真 呃 而且喜欢我的这个实事求是 因为老板旁边拍马屁的人特别多 我特别看不起拍马屁的人 但是您呃 加盟中信的时候是88年 1988年 88年 7月份 那会儿的专业的这种金融人才 是不是还是不多 肯定不多 我是我们中裁的呃 国际金融专业的 那时候刚开始招生 啊 我还说 我为什么 其实我有一个情节 本来我是想步我爸爸的脚步 去考这些北大的 但是我呢 当时考的是西方语言文学 当时我记得北京市就招两个人 我的分数没有达到这个系 因为那个系太热了 没有金融那时候 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 什么学文学的 学会计的 学律师的 学新闻的 哇 那都是那时候是非常呃流行的 非常热衷的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呢 我就是报的西方语言文学 也是特火的北大 现在也我觉得也挺火的 后来我爸特别不建议我考那个 然后我就非要考那个 后来我爸说 今天他还说这事呢 然后他说 哎 你觉得你能考上北大吗 我说 那我觉得可以啊 你都能考上 我还不能考上吗 他说那行 你要能考北大 我就给你报一中才吧 结果还没进 就是进了他的那个 就是北大的最低路数分数线 但是没进那个专业 那专业很高级嘛 很那个很hot 很热的 然后呢就到了这个 到了仲裁了 所以呢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对所谓的国际金融 因为我们是用英文教书的嘛 请的外国的专家 我觉得还比我们中信的那些老同志 还是多一点点 多一些理论的知识 是吧 对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 当时就特别简单 就是从翻译开始的 因为都是海外的那些合同啊文件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 我记得我的那个老板 他是山西人 特别懂算账 但是他那算账 现在看来绝对是不靠谱了 过时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要用怎么怎么算 就是我们就那时候刚开始 Lotus123 刚刚引进 没有现在的Microsoft 微软都没有 后来我就开始用计算机 开始做这个中信的还本复习和外债的这个 这个统计和那个跟踪这些 然后呢 他就觉得挺新颖的哈 带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我进中信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怀着一腔热忱 而且中信当时是那么一个难进的公司 但是 容老板还在给我们训话 对 容老板一进去 还用他那个不太普通的普通话 给我们训话 然后就说报效 对 他是红色资本家嘛 报效国家 他自己就是以身作则 报效祖国 所以我们那么满腔热情进去 然后呢 我就是想 就是可能中信就是我 一辈子可以 就是干到老的这个一个职业生涯 特别我还问了我爸 我爸说很好啊 因为我爸原来在社会科学院工作 那个建国门桥 你还记得吗 建国门桥这边就是科学院的老楼 国际大厦巧克力大厦 就在建国门桥的东边 对 这个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就在建国门桥的西边 当时就在那个桥可以大厦上班 对啊 所以我跟我爸离子特近 他说挺好的 我可以带着你一起上班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进中信的时候 是想特别有一项报复的 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对王总王老板 到今天为止都是 都是非常感激的 感恩的 他能在云云众生之间能选中我 把我派到海外 因为我国外派的时候 我是当时中信澳大利亚公司 唯一一个女性 因为我们那时候公派的时候 呃 就是都要签合约的 什么四年啊 回来什么什么的 没想到我一头就扎扎下去了 然后呢 就是说他能在呃 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个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包括我现在我的团队 我自己的公司 我要看见一个年轻人有才华的 我也是特别的呃 就是重用他们呃 给他们就特别的欣赏这种人 然后给他们这种机会让他们成长 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是被 被这么啊选拔的或者是栽培的嘛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 一直是一个乔特宝的一个角色 嗯 但是呢 我们看到去年的时候 其实中信在那一场古代里边是出了一些事情 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因为你提到中信 我必须得说 中信 我在中信这个平台上 因为它藏龙过虎 水也很深 对 我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包括我的对国企投资 我的理论的这个基础的形成都是在中信 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国企 那时候没有民营私营企业 所以呢 我就是我对中信是特别有感情 包括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就是中信人 嗯 中信情节 另外我还说我的房子 我第一套房子在亚印村 现在给我管家住了吗 嗯 是中信分的还在 我的个人关系档案 还在中信 你说这种 中信对你那么好 中信也没有说 也没有 也没把我叫回去说 你把档案关系拿走还留着呢 我觉得他们也保留我那东西挺有意义的 所以呢 你看我肯定是中信人了 因为我这一辈子就两份工作嘛 一份就是中信 一份现在的吸睛 嗯 嗯 那个就是说那就是 嗯 中信的问题哈 我觉得它是一个反应一个 一个时代的问题 你不能把中信这件事拿出来 单门的cook 单门的这个发酵 嗯 只不过呢 就是它不好踩 是吧 撞到枪口上了 但是并不是只有中信有 就是嗯 在2005年 这个金融风暴中 这个有这么个 现象或这么个问题 对 从这个根子上来说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根子上原因还是 应该是监管的问题 啊 因为我们嗯 我们讲究摸着石头过河嘛 嗯 有的时候没磨好 这个这个 穴进去一下沾点水 是吧 就崴了一下脚 这是太正常的发展过程了 就比如说嗯 15年的时候 这个融资融券和这个熔断制度 其实当时都引起了市场的剧烈的一个波动 你怎么来看这两个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啊 你要是谈到这个金融市场哈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 2005年 是一个 2015年 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代 我们应该把2015年作为一个分水岭 好 为什么这么讲 所有的投资的方式 规则 理念 标的 在2000 2015年结束了 2016年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代 是一个崭新的投资年代 就是投资的这个环境 投资的标的和投资的时空 投资讲究时间空间嘛 都发生了裂变 OK 所以我认为2016年 因为我们要谈现在嘛 因为此时此刻 我们一定要想 从过去的我们的经验教训里边 学到了什么 所以我再回来说2015年哈 2016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情况 OK 就是 2016年的 这个年限 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是由习大大带来的这个集团的杭州共识 实际上已经给我们阐明了 特别明白的 在未来投资的方向和趋势 2015没有2015年的崩溃崩盘 没有2015年中产阶级的他们所遭受的这种股灾 我们没法坐在这儿探讨 分析 未来的投资的方向 所以2015年你问我那些东西 就是都是树 我们讲就道和树 那都是树 都是一定投资的技术和投资的一个载体 和投资的某一方面的一个产品 但整个大环境 2015年 我觉得早崩比晚崩好 因为毕竟 这个崩盘的这个已经有一段积累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一定要从2015年吸取的经验教训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失败的那么惨烈 2008年 还记得吗 我在 那一年我就在前沿阵地 那是断崖式的崩盘 那是因为华尔街 那是因为美国人自己望自己的枪口 胸口上开的枪 整个银行系统 整个的美国的金融系统崩盘了 我们没有学习到东西 我们没有感觉 你不信你现在问 当时经历的那些人 虽然就是六年七年的时间 跟我们感觉不大 为什么我们有四万亿 然后我马上在2009年就腾飞了 就起来了 你就说这种强刺激 就没有让我们去 我们没有思考 对 我们没有醒悟 2015年所有的人 老百姓 大学生 爸爸妈妈 包括我们这些专业人士 没有不亏钱的 而且全部都失手 所以我觉得2015年 他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是如此的深刻 应该是一辈子都不能忘的 所以中信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个问题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虽然他出了这个问题 他还是我的娘家 他还是培养了我 回来 中信还是我的老师 这个平台还是非常优秀的 他还可以修复自己 他还可以再次辉煌 我们再来说你 我再提一个件事 2008年 好吗 因为咱们提到这金融危机 2008年我不是在香港吗 我收到了重创 那个时候我很糊涂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有一只股票 我记得特别清楚 叫中建财 中建财 3323 对 他的老板是宋先生 我对宋先生非常尊敬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频繁的交流 对 他说的是 他是中国 全中国 后来成为亚洲 和世界最大的水泥生产商 他告诉 他写了一篇文章 水泥的春天来了 这只股票 我赚了很多钱 特别我要提一下 这只股票 2008年很惨 对吗 我的基金很惨 因为断崖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这个冲击波是从美国来的 然后我们这边接招是用不同的接的 就是极端的 这个这个expansion 就是膨胀的这种印钞票 4万亿 然后呢 我呢 那水泥那时候你知道了 是首当其冲受益的 然后呢 有一只股票 就是这个中建财 我那年个人 我很少个人投资 我那年 这一只股票 我赚了8000万港币 我跟很多人都讲过 为什么呢 他在10月27号 我记得不清楚 2008年10月27号 香港的恒生指数 是11015 最低点 现在今天是223几几 对吗 22000多点 那时候11000多点 中建台最低到了8毛5 为什么 摩根斯丹利 大摩写了一篇报告 说他的gearing level 他的负债率 超过了300% 这只股票 应该零 国企哦 那时候民营企业还没那么 像现在这么 阿里巴巴还没 不知道在哪里呢 然后呢 说他是零 我就把这报告反复研究 我就给 给那个这家公司的管理层 特别是宋主席 因为他是 国资委唯一担任两个国企的董事长 国药集团 和建材 中建材的董事长 然后他特别的 我觉得这个老板是特别的到位的一个 就是对事业 对水泥 对本行业 因为他是一个整合的优胜者 特别这个专业的官僚 我说他 然后他就给我讲 这个公司怎么怎么回事 我们有很多次交流 见面呀 打电话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认为怎么可能 他是一毛钱 一分钱都不值呢 大量的卖空 我就给我们 我当时的风险控制部门在英国 2008年 那时候我是这间公司的一个小股东 这个注意 我唯有现在把西京整个的接管的 这种情况 我就写了一个 我说我想买一个亿 一个亿港币的 这家公司的股票 他们说这个不合适 就说你把你基金持有 然后你要买 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时候崩盘是怎么个回事 我们正在悬崖坠落的这个过程中 10月27号 其实那个时候都非常的 八毛五分钱 然后呢 卖对卖 卖空方 就你看的就是卖空的吗 后来我就 申请他们跟我说 你就别一个亿港币的 你就不要 我要是买了一个亿 一会你听 赚的比这还多 他不让我买一个亿 好像申请我只买三千万 嗯 的港币的 但是还是同意了 同意了 同意买三千万 我呢 就是一看他卖空的太多 我就一千万股排上 这卖空居然就被这一千万股 其实八毛多钱 九毛钱的话 对 也没多少钱 几百万吗 嗯 就他们卖空的人一看 就撤了 特别有意思那天 嗯 从那开始 10月27号 这股票一路攀升 到第二年2005年的6月份 你知道这只股票多少钱吗 嗯 9块2 那个时候你还持有吗 没了 但是我中间卖了 嗯 因为我不是个人需要投的 我是特别的 我的风险控制部门 批准我 我是实在不能容忍了 我记得我打电话 跟中间财 但是你个人决买了 对吧 我申请啊 因为我们内部的风险 呃 官他要 他要批准我才能买 我就讲为什么 嗯 我说我不认为这只股票是零 他是从上市的时候 10块钱 嗯 还是几块钱 我忘了 一直跌到8毛多钱 OK 嗯 最高的时候到过20几块 所以 其实8毛多 7个月以后已经到了9块钱了 您知道这个 你见过吗 这种情况 所以我那年 我个人拿了几千万来投 嗯 就赚了8000来 嗯 就是就是你看这叫做什么 就说 你一定叫 无知者无畏 或者说 你觉得是无知者无畏吗 我觉得我当时就认为 我看中了水泥这个行业 嗯 当时的水泥是春天 宋主席说的 另外我看到中建材 他们这个对水泥的整合的 他的这个能力和这个趋势 另外我看到了他 我对我们我们自己的分析员 行业分析员有很详细的 对水泥行业的分析 我当时也持有海螺水泥嘛 因为海螺是一个民企 肯定那不一样了嘛 哈我还看过中建材的三条 横摇的水泥的生产线 包括徐州那条最大的 呃一万吨的生产线 所以我在充分研究了他的基础上 我已经在 ipu的时候持有他 我不认为当时卖空 就是这个卖对冲基金卖空 他呃是有这个呃这个基本面支撑的 我认为是严重的潮卖 而且是恐慌性的潮卖 所以我就那时候冲进去了 结果就赚了 就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历史生涯中就是最差的那一年 我的基金是亏的 我自己反而这样这种情况下 我这个是要报告的 所以这是没问题的 就是我自己反而赚了这笔钱 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 其实在进入危机的时候 往往人们没有这种决断力 因为你跟这只股票跟得紧了 跟得紧了 所以呢你说你的 strong conviction 你的呃这个信心和你对某一只股票的 这个他的这个模式和他的发 各个发展阶段的估值的这个判断 实际上是你要长期跟进这只股票 你就是一路跟这个行情走下来 然后呢对这个行业有了解 所以我们一般投股票 嗯我们都是要看这个行业 再看这家公司在未来三年到五年 这个周期每个行业周期不一样的 他的position他的位置会在哪里 就是三年以后你要看清楚 大概他能发展到企业的一个规模 和他盈利水准应该一个什么水平 然后跟同行业的比 跟啊跟这个世界上有名的比 啊那只水泥不就是拉法叶的水泥吗 最后也成为他的股东了 所以就是据我们所知 就在08年的时候 你也有非常难受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最难受啊 最难受啊 因为就是断崖式的嘛 但是你自己或者你的基金有大的损失吗 哦08年所有的人都损失惨重 特别哎 A股没有感觉那样的啊 A股已经低迷了那么久 而且那个4万亿这个效果确实是强行真打的 特别是时候 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后果呢 是吗 对对 呃那个时候在海外的就是就是大量的赎回和大量的卖空嘛 所以呢 他就你也经历了 我当然经历了 啊我当然呃我从那个那年我们基本上那年非常惨到今天为止 呃我们还没见到那么低的 就那个因为呃因为你要这个历史要这么看是吧 我我指的不 我指的是哎也有降服也有他的就是绝对的这个呃指数的低位的这个点位点数 为什么呢 因为2007年的10月份是历史高点2008年的10月份是历史新点 呃历史的低点 所以我们历史上我这个这个大的这种 这种过山车式的这我经历过两次 然后呢 所以但当时因为是从美国的这种危机呃冲击过来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灵敏 对 但是当时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 这个08年的这个 这个08年本身你 平均那年的基金应该都是呃超过50%的损失 超过50%的跌幅平均啊 嗯 那年 但是原因当时就身在其中的人 比没有说是 因为那个美国Burston一破产大概就知道了嘛 整个的就来了嘛 嗯 但是他那个 我敢说没应该没有人那么预想到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是吧有那种预见吧 对对对对 当时呃应该是您的有一支基金暂停数回了是吧 是 好像争议还很大 非常大 那个是我们的董事会的决定 董事会决定 当时吧 嗯 我呢 现在想起来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嗯 你的一个idea是吧 当时呢 因为我 我之前的表现太棒了 我已经有 到2007年的时候我的回报应该都700倍了我的基金 涨了700% 然后呢就是给我的钱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有两支基金 一支基金今天还在这支基金13年的历史了 嗯 这支基金呢是长线基金就是buy and hold 就买了持有 就是像巴菲特 对 所谓的巴菲特的这种价值投资 然后长线持有啊 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另外一家基金呢就可以对冲可以卖这个指数 然后那时候我刚刚进入这个对冲基金尝试阶段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家英国的特别有名的基金给了我一大笔钱 几个亿美金 就让我呢 呃 launch一个发行一个对冲基金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对冲基金的这种 你好像也说你经验 对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那种膨胀你知道吗 人会膨胀的 然后我的那个对冲基金呢从零 在一年之内到了10亿美金 你见过吗 嗯就是2006年底 发行的 然后2007年最高峰的时候 到了这个到了这个10亿 就那钱哈每天哈收到手软 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不是上布伦伯克采访我吗 就在布伦伯克电梯里边有几个欧洲人说 哎刚才看见你在电梯上了 你的那个那个电梯里有那个屏幕吗 采访的我们刚看到 说那个你的那基金能那个认购吗 我就收上名片 我说那你一帮鲁肝弄的老钱包鲁肝呢 鲁肝呢 鲁肝弄是哪呢 是瑞士的一个小镇 特别有名 嗯 是品牌就是好多那个 fashion 的品牌啊 的一个地方 就那帮人哗就进了几千万美金 就是说我们再给我写了一封信 说我们在电梯里碰到你拿到你的名片 我们准备认购你的基金 你就想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吧 就整个的是一种 膨胀的状态 然后呢 然后呢所以呢就造成了 就它增长的太快 就然后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 所以呢我们当时 内售基金在08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比较 当然就是08年崩盘的嘛 内售基金因为对冲基金 所以它随时可以赎回 而且没有 我们也没有门槛 就是呃 有那个赎回的呃费用 呃也没有通知期 因为我们没经验嘛 哈就觉得哎呀那么多钱 这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设计产品的时候 呃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的 呃投互惠基金 互惠基金的这么一个investment house 所以我们对对冲基金的属性和它的危险性 和对风险的把扩 明显的是不到位的 对吗 所以呢就是因为有钱 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2008年美国会 这么惨烈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呃我们就弄了这家基金 然后呢其中一个等于说基金当时我记得一个比例 是20还是30就被一家就是做我这家基金的种子基金 一家英国的老牌的fonds of funds 他崩盘了 他因为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已经崩盘了 在英国报纸上就是房地产崩盘 美国不是也房地产吗 friday may friday bar 不全完蛋了吗 啊哈两房吗 就是他也是英国一家房地产公司也崩了 他投了大量的房地产这家基金 对冲的啊 投就是我这家我自己崩盘的这家基金的种子基金 所以他一赎回摆我这家基金整个完蛋呃我这的完蛋就是说我面临着巨大的赎回 那后来我的很有意思 后来我的董事会非常英明 不是我的决定 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我作为基金经理 我又是小股东 我没什么话语权的 人家都是董事会开个很大的会 然后这帮董事会都 我当时董事会的主席你知道是谁吗 Paul Swift 他是汇丰银行香港的副主席 非常德高望重 他就开了个紧急会议 然后呢就说 因为我们我们是托管银行是NorthernTrust的 会看到这个赎回吗 很大吗 然后知道因为他在英国又知道 我们的种子基金这家放草放草 已经崩了嘛 所以他一下情况非常严重 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临时决定 就是这家基金就是封盘 不让赎回了 他这种封盘要跟投资者商量吗 不需要 董事会就可以做决定 就把它封盘 就是我们就是 suspended 就是停牌的意思 因为我们是可以随时赎回的 随时认购的基金 他马上决定就是停牌 就是不让赎回了 不让赎回之后 他是一个那你想呢 市场上不就就疯了吗 但是那天实际上是对的 为什么呢 如果能 如果那个基金当时可以赎回的 这个影响是超级严重 等于说本来已经崩盘了 已经断崖式的下跌了 然后你再加重这个重力加速度 再往下砸股票 因为我那时候那基金 10亿美金非常大 你知道吗 在香港到今天10亿美金 您去问问 也是一家比较 也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基金 所以呢 他们就呃 就是董事会宣布就是呃 这个呃 suspended 就是停牌 不让认呃赎回了 也当然就也不认够了 后来一年以后 市场全起来了吧 嗯 我们这家基金最后是赚了钱 好像应该赚了一倍 因为您您想啊 这四万亿一弄 2009年中国第一个反弹的嘛 对 结果我这个基金慢慢卖 因为我赎回了 不能赎回了 我就可以根据市场的一步一步 往生反弹回生的时候卖 好像这家基金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用一倍的就是那个点数的 一倍的这个净资产值 把这个基金还给了 关了啊 就解散了 解散了 已经没有了啊 对解散了 然后呢不 有个选择 你可以把现金拿走 嗯 然后还有留下的人 可以 并到另外一个基金里 后来我自己也是投资人啊 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 别韩是 对我还是很看好 也也有些专业投资人 也知道市场发生情况 也不是 也不是我们跟我们当时的情况 跟我们亚洲中国乃至香港 关系不太大 是美国自己那个崩盘了 所以呢 好多选择就留在了我 习经里边 现在的基金里 这支基金现在还存在 还存在啊 当时这个董事会的这个决断 他是怎么做的呢 不知道 因为我不在董事会里面 他们是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6个人 都是 现在现在是非常 都是都柏林的这个监管机构的 著名的会计师 著名的律师 还有这个Paul Smith 就是他们都是专业人士 就如果你当时有话语权 你会做这个决定吗 我来说 我来说